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添油加醋 试图污蔑并强化中国是规则与地区安全破坏者的形象 美方一方面呼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 一方面却在不断制造事端持续损害中方利益 挑衅威胁中方安全 美方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我能挑衅你 但你不能反击 反而要加装护栏 护我周全 一副霸道嘴脸暴露无意 世人看得很清楚 如果美国不挑衅 不制造事端 就没有必要加装什么护栏 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危机管控 这一点已经有了多年来 美国在中国周边海空域进行高强度抵禁侦察 航行自由 炫耀武力等挑衅行动 引发的撞击 海空对峙等事件得到充分证明 美国出于地缘政治需要 不断在南海兴风作浪 对本地区以经济发展为优先导向的氛围 形成极大的破坏和干扰 美国从来不是南海争议的当事方 却在南海问题上跳得最凶 表演得最卖力 不仅因为这里是靠近马六峡海峡的关键海域 是东北亚国家的海上生命线 更重要的是 美国希望利用南海争议 挑动地区生乱 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 美方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做法 严重背离了地区国家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意愿 当前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保持了总体稳定 南海当事国有效的管控了海上矛盾分歧 稳步开展涉海对华合作 不断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和东盟国家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保持密切沟通 对美方的险恶用心和冒险之举 地区国家看得清清楚楚 表现出高度警惕 很多南海周边国家领导人已经公开表示 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更不会跟随美国在南海搞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 美方应该认清形势 尊重南海地区国家 期盼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共同愿望 停止搬弄是非 闪风点火 停止以任何形式 任何借口 威胁南海沿岸国主权和安全 破坏地区规则和秩序 扰乱地区和平稳定 多做真正犹豫于地区和平稳定的实行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